元朗一個住宅單位發生火警 消防救出兩女一男 三個人送院之後,情況危殆 起火單位在大廈高層外場分黑 大約60個住客自行疏散 現場在青山公路 近著日新街的榮光大廈 凌晨4點多 20樓一個單位突然起火 消防接獲多戶的多個住戶報案 或走廊濃衣密布被困 消防出動煙舞隊 用一條喉罐救,將火救息 消防在單位救出三個人 其中一個47歲男人 和一個80歲女人昏迷 而另外一個50歲女人燒傷 分別送往博愛和屯門醫院